和诈骗集团云树茂关系密切的商人拿督斯里赖采云所创立的Mont Space航空争议不断 在传出疑似无牌载客丑闻之后 现在这家航空公司又面对政府罚款 而问题就出在这个号称是正当经营的管理层 竟然不曾向当局提交财务报告 公司委员会记录显示 Mont Space航空公司在2014年8月22号注册 而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长拿督斯里 韩查在奴丁今天证实 对方理应在今年3月提交财报 但是限期已过对方依然毫无动静 这也意味着对方已经触犯了1965年公司法令 因此政府决定开出2000令吉罚单 如果企业再不提成相关文件 当局将采取法律行动追究到底